我觉得还是要积极一些 更加主动一些 更加去拼打型 拼打一些才有机会 是 好 看一下回报 来 胡志全 好 这是WIF52公斤级女子国家级 已经要在四人战的决赛了 红方选手是刘约尔 蓝方选手李立山 刘约尔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李立山是来自深圳胜利人和俱乐部 是 两个人都在上一场比赛 各自战胜了对手 对 进入到决赛当中 好 拿到这条金腰带的同时 还将拿到IPCC中国区的金腰带 也就是两条金腰带 是 这局的诱惑力啊 哎呀 比较让人激动 这也是武林峰的首条女子金腰带 是 看看谁能拿到 对 就看这场比赛了 来 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 那两位女子选手 从最直观的这个角度看 然后留下这个身高和臂展都有优势啊 嗯 因为李立山是这四位选手当中 身高最低的一个 对 你看刘热尔今天的战术 还是用 他一样是游走 游走和灵活 突然进去 是 李立山是这个拳法比较好 呃 她是一位我觉得是练习泰拳出身的这样的一位女子选手 对 也打过泰拳的比赛 对 所以她的这个 节奏要相当于慢一些 嗯 所以今天刘热尔采取这个战术也是 也是对的 也是对头的 也是可以的 漂亮 走 押进去 押进去 对 还是要坚决的去执行 对 那作为李立山来说 还是要急进去啊 跟对方去打了 对 才有机会了 因为身高臂展没有优势了 对 哦 摆拳不错 啊 跳起来 跳起来 好 自己刘热尔自己给自己这个打打气 打打气 一边打一边喊 对 好 这时候李立山也用这种跳的步伐跳起来 嗯 跟对方打到一个这个节奏 对 不能太死了 对 漂亮 走走走 好的 不错的后摆拳有命中 你的后指很重啊 好 你看这个时候 其实被刘热尔这个控制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打这个节奏 啊 进行动作相对于少了一些 对 漂亮 都想找合适的进攻的时机 是 其实两个人都在等啊 对 对啊 有机会了两个人都可以去出 对 好的 后指纖有命中 不要不要等太多 对 不要等太多 哎呦 后指纖有命中 这个组合不错啊 对 好 还有10秒 是 哎 今天刘热尔充分的展示出了这样的一个升高臂展的优势 嗯 嗯 刚才有几季 后指纖都有命中 对 第一回合 最后一点时间 好 好 第三呢 我觉得还是要积极一些 更加主动一些 对 更加去拼打一些 拼打一些 对 才有机会 是 好 看一下回报 后指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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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